台橋Vlog 韋恩又回台灣囉 這次要來帶大家 兩天一夜台中輕旅行 出發 大家早安 昨天錄製這個紅點 它是後面超長的六滑地位 我們現在請Phoebe留下來給我們看 好 我們現在Phoebe要上樓囉 GO 其實我上間有一度超慢的 然後還用自己用手在那邊撥 超糗的 好了換我現在換我來個人體驗囉 Phoebe已經在樓下準備幫我們拍攝 去買一個店 好 快樂 耶 我們剛剛溜完溜滑梯囉 而且我們還直接把相機放在半點 所以我們其實繞一圈回來 然後女友我們現在要去吃什麼呢 吃一個樂視焦香口味 這個超好吃 哈哈 還有這個洛農戶獻領萬丹的鮮奶茶 沒有其實我是要說我們要去吃早午餐 對我們要去吃早午餐 有什麼現咖啡啊 不吃早晚已經早了耶 好 等一下去吃給大家看囉 好出發 下車囉 現在去吃現賣咖啡 從來來到中古世界的歐洲 從來來到中古世界的歐洲 這樣放在桌上 餐點等一下就會送來囉 我們又試喝一下 番茄濃湯 很濃郁耶 不是那種 湯包的那種 是真的感覺喔 番茄 天然的味道 現在是吃一下這個炒蛋 烤得蠻香弄的耶 完全可以吃到它那個 奶油的香味 吃一下最重要的 丹麥的肉丸 這很像紅燒獅子頭 像我媽做的紅燒獅子頭 還不錯啊 吃飽囉 這家早餐店真的蠻厲害的 我們決定要去後風騎腳踏車 消化一下 我們現在到了後里要去騎腳踏車 我們等一下要騎腳踏車 所以沒辦法用相機 所以我們現在用的是手機拍喔 好 出發吧 出發吧 東京體驗完騎腳踏車之後 回來台灣也要騎一下 這個是後風的鐵馬道 好 耶 現在在隧道口休息一下 養精蓄銳 但其實我沒有騎摩托車 對 妳其實是騎電動 騎摩托車 騎摩托車 不要騎摩托車 蠻推薦大家來騎一下這個隧道 不是隧道 就是橋 女友在後面悠閒的騎摩托車 來騎腳踏車就是要吃什麼 冰淇淋啊 巴布啦 巴布巴布 老闆在這 老闆很時尚 還有一個麥克風來唱歌 好吃嗎 好 到底到底 你買什麼甜味的 買白香果跟花生的 好吃吧 有贏昨天的Hagen-Dazs嗎 台式的色素冰淇 台式Hagen-Dazs 台灣最美麗的風景 就是人啦 這秒說要運動一下 欸 你不要這樣摳拍我 被沙發生了我偷懶 哈哈 腳還放在上面 哈哈 打心踩喔 我騎得超累 腳超酸 那我可以跟你換一下嗎 沒有 謝謝 好 完全漏牛 超累的 對 很好吃的 超累的 吃完囉 剛剛那個R1人超好的 很熱情 超級熱情 超級熱情 我覺得這是台灣我最喜歡的地方 日本是略嫌冷漠 微微的 可是最喜歡我 好 謝謝大家 好 明天見 掰掰 接下來我們要回台北吃晚餐囉 因為我剛剛已經被蚊子叮到爆 都市的小孩啦 比較不適合 所以我們大家下一個地方就台北見 YA 來到十大夜市囉 吃飯啦 新歐滷味 新歐滷味 跟大家介紹幾個大概十大夜市比較長吃的東西 首先就是這個天下午的紅茶 我通常都喝這個 這只要25塊 三十塊 三十塊之類 反正就超便宜 然後很好喝 所以那種甜甜的便宜茶 但是有點差 我覺得它甜度剛好 然後再來就是剛剛看到那個金歐滷味 然後我覺得這家就是醬汁不錯 加一點它的辣醬 好吃 我會往裡面真的超舒服 吃個花乾 配它的酸餐 加一點辣醬 而且它滷汁好香喔 好吃喔 OK 因為我買好了 總統的還要等一下 吃一下吧 這個總統冰火菠蘿油 厚厚美的 它真的很好吃 它這個外皮啊 真的是酥脆到不行 它裡面的奶油都不會融化 然後又真的冰冰的 然後整個吃起來 感覺超融合 那個奶油很香 麵包又有點甜甜 接下來是我非常推薦的 吃大夜市也是必吃的 許記生煎包 這家從以前啊 就一直是那個要抽號碼牌 排隊的 我們買了5個 只要40塊 記得一定要沾它的那個 辣椒醬跟醬 好 試吃給大家看一下 很燙 它那個皮啊 這個烤的就是焦焦的 然後加了很多包豬油 還是什麼 非常的小 然後它的內餡我覺得也是 蠻實在的 吃起來就是整個很夠味 很多汁啊 大喝這裡啦 好喝 以上暫時就是這一次的 排中兩天 一夜的輕旅行囉 然後明天我不確定還會不會拍 所以就先這樣啦 大家晚安再見 掰掰 掰掰